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少上台是可以講自己的畫 會講得很興奮 所以我把貓子拿出來 免得說得過了事 可以給我一張畫大家看 我也知道會是這樣的 這幅畫還掛在我的工作室 其實掛在這裡不是很安樂 以往我不會將政治和藝術 掛在一起 我覺得兩件事很難掛在一起 譬如我去年選立法會的時候 我深深地感受到平時 文化版的記者和政治版的記者 是幾個不同的 文化版的記者可以坐在我的工作室 聊兩個小時 但是我還記得 我剛剛宣布我會參選的時候 我政治版的記者只問了一條問題而已 兩個字 真的是兩個字 不是三個字 你會贏還是輸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然後呢 第二個問題已經是 你是泛民還是建制 你在政治上只有三秒鐘而已 你要回應一個問題要非常清晰 非常準確 沒有多元的時間 但是你在一幅畫上 很可能 在一幅畫上 在客廳三年之後 你突然間發現 那個黃色非常感動你 我們在這幅畫作品中 在這幅畫上會很委軟、很慢速 另外就是速度 你要回應一個政治的議題 很多時候政府新聞署 可能四點半發稿出來 然後大家記者朋友 就說了六點鐘新聞 我們這些 突然間會收到的電話 其實要在三十分鐘之內 想好一個答案 然後就要回答 一個政治議題、一個新聞 你慢了一天 已經不是新聞了 但是畫一幅畫 就算這幅畫 我都起碼畫了三個星期 才完成一件作品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這兩樣東西 政治和藝術 真的不是在一起 還有就是 好像這一張 我真的覺得這個信息太白了 所有東西已經寫在對白上 這張就可能沒那麼白 我解釋一下我平時做作品 會怎樣做的 剛才你看到英雄本色的照片 這幅畫面就是來自英雄本色 有沒有人知道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A Better Tomorrow 其實跟中文名字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呢 這部電影是1986年的電影 當然這個片段就是 Mark被黑社會打完之後 警察又來抓他 所以豪哥就載上飛鵝山頂 包紮完之後 Mark就很唏噓地說了一句 沒有想過香港的夜景是這麼漂亮的 如果一下子失去了 真的很不值得 1986年 剛剛就是中英談判 我們已經決定香港的前途問題 當時六四還沒有發生的 大家都覺得好像有些希望 但是始終都是面對著一個共產政權 不知道我們將來香港會是怎樣 所以 戲裡面 英文名叫做A Better Tomorrow 然後戲裡面又有一句這樣的對白 我的工作呢 其實就是原原本本地將這句對白和這個畫面 疑似撞作地製作出來 但是 在今時今日 因為這幅畫 跟梁振英的一張是一起畫的 我也是去年畫的 這一年內畫的畫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的氣氛 跟1986年的時候 似乎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還是很怕將來會突然間失去了一些東西 又回到這幅畫 剛才我講過了 剛才那張英雄本色 我特意對著CY的 這兩張畫 我特意每次展覽都放在一起去剪的 就是把剛才英雄本色的那句說話 對著CY的說 而這張畫 其實是在當時 CY還在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時候 在2010年說過的一句說話 剛才我不是說 政治和藝術的時間會相差一段時間 所以有些矛盾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矛盾 在某些位置 是有化學作用的 是會 譬如我拿回86年的一個畫面 以及拿回10年的一個新聞片段 我們就知道當年她說過什麼 當然了 你現在問CY 64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你都知道她現在不會回答了 我們今年64的時候 她就避走了去了上海 這幅畫的畫面是來自哪裡呢 在2010年在中文大學日夫書院的一個講座 當時有學生問到 就是劉曉波拿諾貝爾和平獎 問CY你有什麼看法呢 她就回答了 其實我就不明白了 如果一個中國人要拿諾貝爾和平獎的話 第一個就應該是鄧小平了 當然了 你這樣說的時候 記者就會繼續追問 你對於六四有什麼看法呢 那幅畫裡面的對白 就是她當時的一個答案 我覺得這幅畫太白了 就是CY說什麼都已經圓圓圈圈的畫了出來 但是在我來說 那幅畫不是作品的全部 而是畫可以去到哪裡呢 這就是整件作品我的原意 有三年在北京租過工作室 當然啦 在大陸來說 無論哪個城市 如果這張畫去展覽的話 一定是不可能的 对于我来说,这件作品要在香港不同的场合出现 而看看有什么反应,就是整件作品的原意 我试过在我自己工作室的开放日放过出来 然后试过在画廊展览 这里其实是科技大学来的 其实科技大学去谈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 作为一个学府,她如何接收这么政治议题的一个展览 还要有CY在这里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大学,很多大陆的学生 无论你去哪间大学,现在官方语言都是普通话 他们看到这张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虽然我不是天天在那里,但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学生 甚至是教授,语重心长地跟我分享一些东西 好了,在画廊,在我自己工作室,在大学都没有问题 那我试试官方场合吧 这张报名表就是什么呢?就是香港艺术馆 以前我们叫做香港艺术商年展的 但是有些技术问题,所以现在就叫做当代艺术奖 现在正在展的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艺术馆看看 究竟现在这个展览是怎样的 我就特意去把这张画报名 而且我还刻意只是报一张画 因为你看到有三个格子,你可以报几件作品 我特意只是报一张,他没有借口 就说你收了第二张,这张不要了 结果也挺出乎我的意料 不是说我厉害,他一定要收我的画 但是他有两轮的评审 那我第一轮的评审 就已经被人踢了出来了 这个也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而现在在展览当代艺术奖 你可以看到其实里面的作品也很干净 干净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作品里面没有什么敏感的议题 但是这个是不是政治审查呢? 我不是很想对号入座在这里说 这个是审查我的 但是这个就是那个实验的结果 而香港的情况就是 很多时候在游戏规则,在制度 是会令到产生一个这样的结果 整个展览,所有作品 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原来看不到我写什么字 报名那里其实是我填了这幅画的资料 我又分享一下北京那三年的经验 其实两边租了那地方的时候 香港又有工作室 当你有一些敏感题材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警察会直接跟你说这件事有问题 当然它有不同的部门 有时候是宣传部 有时候是物业管理自己 但是有时候 警察是 我试过有一次是在上海 警察直接的警车停在画廊门口 有几个福大便便的 穿着制服的警察 他们来看看艺术 然后呢 就走了一圈 好 没事 然后呢 就走了出去 相距离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亦都不会掩饰给你看 他直接就进来看了 如果有问题是怎样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陆的导演 郑阔 他拍摄《798站》 其实是关于北京这个798艺术区的一个记录片 其中一个片段来的就是 譬如《夜来香》是一个指南的名字 那些警察就直接就来 说这个要封杀了 甚至有时候就会告诉你 现在我们先交个朋友 接下来就10月1号国庆了 大家都举国欢腾的 但是呢 你记得就要手法经营了 究竟哪个情况好些呢 好像我们香港现在这样 有时候不明不白不知道那件作品 是什么原因落选好些 还是直接有人告诉你 你要手法经营这个情况好些呢 有时候我都会试试的 就是在大陆试试一条界线 我会说那条界线在大陆 无论北京上海 这个话题是在广州的 那条界线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是很清晰的 他们好知道什么场合 有些话不能说 比如官方的博物馆 六四的东西当然不好看了 但是有时候 他们开明到我也有些出奇 比如这个是一个私人的美术馆 不是看得很清楚 对谈就是2013年六月份 还要六月份 这些那么敏感的日子 在座谈那里 他们也有提到六四的问题 甚至很直接很直接就在那里说 六四是怎样 甚至他们知道 其实在座都已经可能有些便衣在那里 就像今天这样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便衣在那里 那件作品还没完 就是在雜誌那里 这个就是梁宝珊写的一篇文章 就是说我去年参选的一些经历 在雜誌里面 通常他们都会提供一些作品照片 和你的个人照片 我知道如果直接把这张照片交上去 就应该登不了 所以梁宝珊就在那里说 那不如你拍字拍照的时候 站在幅画面前 我听说甚至好像暗爽那样 就站在六四两个字前面 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暗到陈仓 或者这个叫什么 把幅画走私了回到大陆的杂志里面 那香港杂志怎样呢 这个是香港的杂志 差点看不到 原来图片会切了一点 同样是关于选举的一个报导 我又照样 这次就不是自拍照 整幅画的照片交给他 明正言讯在号外登了 突然间有个朋友打来很兴奋地跟我说这件事 我说有什么这么兴奋 香港当然做得这件事 不是的 你看一下叶马 我先说一下 真是惨 说了这么久有掌声 但不是给我的 是给他编辑的 大家突然间暗爽了一下 但其实很心酸 为什麽我们需要这些这么爽 我突然间想起这张照片 今年六四的时候 在Facebook也好 或者电话传来传来传来 就说 哪个电视台真的有种 做了这件事 其实有多有种 我们何时开始需要用这些 这麽间接的方法来说这句话 当然了 譬如我刚才看到叶马 又或者自己好像很聪明 站在六四两个字面前 拍一张照片 但原来我们已经开始 要忍悔了自己的说话 我引用卡尔维诺的一句说话就是 因为压抑 所以才有预言 当一个人没有办法 很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念的时候 他就会寄情于预言里面 卡尔维诺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但是刚才那句说话是何时说的呢 是1943年 他的国家意大利 当时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 他才说的这些说话 我们何时会变成这样的环境呢 好了 我原来拿着这些卡尔维诺 是真的可以做很准事的 总结了 这幅画 现在去哪里呢 卖了 就和刚才英雄本色的幅画一起卖的 卖了给UniSig 之前那段时间有些新闻 就是他 他是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 世界头几名的巨大收藏家 之前那段时间有些新闻就是 他卖了一些东西给西九 但是又买一送十 但是又天价 卖给他呢 我的想法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瑞士的收藏家 这幅画会去瑞士 即是他流亡海外也好 保爱就医也好 这幅作品还未完 如果有朝一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这幅画是真的可以堂堂正正地 过去罗浮桥 上去大陆展览的话 那我就会觉得这幅画 是真正的圆满的 多谢大家